近日,许久不见的尊龙先生朋友的生日宴,如今已经69岁的他,明显有些发福的迹象,但眉目间的俊老依稀可见。 曾几何时,人们提到亚洲第一美男子时,依旧会下意识地想起他的名字, 似乎一切美好的词都可以用在他的身上,他满足了全世界对东方的幻想, 他是第一位将京剧融入西方舞台的华人,两次提名金球奖, 也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登上颁奖台的华人,他是那个年代的华人之光, 是当时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华人之一,如今的尊龙却截然一身, 他无父无母,无子无女,无亲无事,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爱犬,和他任养的两棵千棉古树, 回看尊龙的一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,命运多串。 1952年,伤在强保中的小尊龙被父母遗弃在香港街头,幸好有一位残疾女人将他抱回了家, 不过这位羊母也是香港讨生活的可怜女人,她愿意收养小尊龙,也有着自己的私心, 因为当时香港政府会对收养孤儿的家庭进行补贴,就这样,两个不幸的人相遇了, 没有相互温暖的慰藉,有的只是痛苦地拉扯,羊母性格古怪,脾气暴躁, 时常问一点小事对年幼的尊龙费打极骂。 在尊龙的记忆里,他从小就没有吃过肉,大部分时间都在吃面团, 只有日子烧好一点的时候才有酱油泡饭,后来日子越走越艰辛, 靠这点补贴完全撑不下去,于是,羊母决定将视为拖累的小尊龙再度抛弃, 准备把他带到车站,然后自己偷偷走掉。 最后,或许是两人生活久了,彼此之间有了情感的羁绊, 人潮涌动,四目相对间,情绪完全。 羊母终究还是没忍心,心软回了头,把小尊龙又带回了家。 尊龙曾经说,当时很倔强,但是我心里很感激他, 因为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,也正因为这份感激,尊龙记了一辈子。 为了报答羊母的不弃之恩,尊龙一直赡养羊母,直至过世, 饥寒交迫,打麻依旧,晦涩灰暗的生活日复一日, 就这样熬到了十岁,小尊龙眉目之间逐渐展开, 颇为俊朗,羊母见他萌眉大眼,长得又好看, 就把他送去学取艺,想着也能早点赚钱。 当时,尊龙进了春秋剧社, 拜京剧《刀马蛋粉菊花女士》为师,学习京剧, 从此,吃住都在剧团里, 西班生活并没有让内向的尊龙活泼起来,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敏感孤僻, 因为不善言辞和交际,他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, 同时又因为长着一张混血脸,尊龙成了戏院的怪胎, 一些师兄弟经常指着他鼻子大骂,狗杂众, 野孩子,显言碎语,不堪入耳, 排挤,辱骂,痛苦,绝望, 充斥着尊龙整个的童年时光, 也为他漫长的一生满下了孤独的底色, 他盼望长大,也盼望着逃离。 西班里练了一年基本功, 师傅开始叫他唱金句, 慢慢地有了登台的机会, 也能赚到少许的酬朗。 而就在1970年, 18岁的尊龙引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, 当时一个美国家庭看到了尊龙的表演, 特别喜欢, 于是决定资助他去美国。 彼时摆在尊龙面前的还有一个选择, 是香港邵氏影业为他开出的十年戏约。 虽然薪酬不高, 但胜在稳定, 算是个铁饭碗, 很多同门都选择留在这里, 但尊龙觉得自己置不在此, 成为武师并非他理想的事业。 他的梦想是成为演员而非替身, 于是果断拒绝了少许。 十年, 他希望赌上这段青春, 为自己博弈吧, 也为自己活一次。 尊龙直到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之前, 才匆匆有了一个名字, 吴国良。 之前戏院里的人都喊他为Johnny, 但上飞机需要正式的姓氏, 心酸的是, 就连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名字, 还是帮他买票的男人随便给取的。 到了美国, 他在英文名后面加上了Lone, 用以谨记无论走到哪里, 他都是龙的传人。 语言不通, 一个华人想在美国打拼, 也绝非易事。 因为经济状况窘迫, 尊龙只能选择半工半读, 为了维持生计, 他什么都干过, 洗碗工, 厨师, 卖冷饮, 卖气球, 然后用赚到的钱去学英语, 学戏剧, 苦心人, 天不负。 尊龙最终被美国戏剧艺术学院所录取, 薄薄的一张通知书, 背后的辛酸苦涩, 却无人知晓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 美国的种族歧视严重, 一个亚裔演员想在白人受贿里出人头地, 这难度可想而知。 1976年, 24岁的尊龙, 获得了好莱坞第一个跑龙套的机会, 在《金刚传奇重生》中, 他饰演一名出场不到一分钟的中国厨师。 在之后几年时间里, 尊龙陆续出演了多部电影, 虽然戏份不多, 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做好每一处细节, 哪怕是只有一句台词的售票员, 也会仔细揣摩。 幸好, 长时间的折服与等待, 没有被命运辜负。 1980年, 低调勤奋的尊龙, 被日本导演严松信向中, 并邀请起出演了黄哲伦编剧的舞台剧, 尊龙的才华也逐渐展露头角, 一张英俊的面孔兼具东西方的混血感, 配合精湛的演技, 给无数的观众带来了新奇感。 随后的一年, 尊龙凭借自导自演的《铁路与舞蹈》, 获得第二十五届奥比奖最佳表演奖, 观众反响热烈。 1983年, 尊龙又自编自导自演了舞台剧《音响》和《美女》, 获得更多关注的同时, 他也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, 也算是肖有名气。 随着不断的积累, 人们看到了他精湛的演技, 也有一些导演开始向他抛出橄榄枝, 而其中就有尊龙的人生薄乐, 曾经提携刘玉玲, 陈冲, 进入好莱坞的著名华裔经纪人黄玉美。 黄玉美的出现给尊龙带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机。 1984年, 在经纪人黄玉美的力剑下, 尊龙出演电影《冰人四万年》, 这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电影中担任主角, 饰演一个不会说话, 只能靠肢体语言来表演的原始人。 虽然片酬不高, 但尊龙在采访中却表示, 这部电影是他第一次担任主演, 也是他自己最看好的电影, 更是他自认为演技最好的一个角色。 可惜的是, 这部电影当年并没有记起太多水化, 票房成绩也是惨不忍睹, 不过塞翁施马, 言之非福, 也正是在里面令人惊叹的演技, 吸引到了著名导演迈克尔·西米诺。 自年, 就在电影《龙年》大胆启用尊龙做配角, 让他饰演一名黑帮老大, 作为配角的尊龙却比主角还抢眼, 完全抢了主角的风头, 就连一向苛刻的西方媒体, 也忍不住称他是美国营史最帅的黑帮老大。 对于尊龙而言, 这部电影也是真正让他开始走向国际的重要一环, 也是这个角色使他提名了第43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, 创造了华人演员的历史, 开启了演艺事业的新高度, 从此事业一路攀升, 青云直上。 1987年, 尊龙电影生涯最高光的时刻到来了, 他前去面试末代皇帝, 当时还不知道要在里面出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, 他根据剧组安排穿上龙袍试剂, 或许是天生的传奇, 尊龙身上的贵族气质浑然天成, 贝鲁托奇回忆当时说道, 尊龙穿着龙袍走出来的时候, 帝王家的气质让我眼前一亮, 而且与其他参演者不同的是, 因为幼年的遭遇, 尊龙身上总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寞与失落, 与末代皇帝如出一辙, 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, 仿佛这部电影为其两身定作, 电影上映后轰动了影坛, 一举拿下1988年, 第六世界奥斯卡金像奖, 最佳影片, 最佳导演, 最佳改编剧本, 最佳摄影, 最佳美工, 最佳服装设计等九个奖项, 尊龙也获得了第45届金球奖, 最佳剧情电影男主角奖, 从那时开始, 几乎全世界的媒体镜头都在聚焦尊龙, 争相报道这个年轻的亚洲男子, 尊龙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50个最美人物之一, 日本媒体称他是亚洲最美的男演员, 劳力士手表邀请他担任首位华裔代言人, 然而或许是一直漂泊, 尊龙迫切地想要寻找归宿, 如同落叶归根, 好莱坞虽好, 但于他而言, 那不是家, 在美国, 他终究是他乡客, 异乡人, 他想得到认可, 得到华人的认可, 所以正当所有人都以为, 尊龙将在好莱坞开启巨星之路时, 1991年, 39岁的尊龙, 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, 回到中国, 1992年, 陈凯歌筹拍《霸王别姬》, 制片人徐峰邀请尊龙出演《成蝶一》, 远在美国的尊龙看完剧本后, 内心大受震撼, 因为《成蝶一》的成长经历与他太过相似, 为此尊龙不仅表态, 愿意自降30万美金的片丑, 还直接推掉了法国电影《情人的邀约》, 一切就绪, 奈何最终在与制作方交涉时夭折了, 原因是尊龙要带着他的腊肠犬一同回国, 遭到了制作人徐峰的婉拒, 对此媒体大肆渲染, 尊龙耍大牌的消息纷之踏来, 不禁而走, 虽然之后陈凯歌表示, 是因为尊龙的面部线条太过硬朗, 不适合《成蝶一》阴柔的风格, 不过没有人愿意听, 白玉微霞, 但众人就执着于那个霞点, 紧紧乐道, 持之以弊, 人们宁愿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消息, 也不愿意了解真正的尊龙是什么样, 尊龙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, 他一向就不善于为自己辩解, 从小到大, 被误解似乎成了他的宿命,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, 尊龙选择了出演《古蝶军》, 剧中的宋玲玲和《成蝶一》一样, 是个在戏班子里长大的可怜之人, 他将京剧融入到戏剧表演中, 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性别转换的高难度表演, 韵味、儒雅的气质令无数影迷痴迷, 只可惜, 电影与霸王别姬在同一时段上映, 最终还是被对方光芒给掩盖了, 再后来, 他又几度尝试回国发展, 但因为性格上的天生缺陷, 他看错人, 交错心, 竟与臭名昭著的下三滥, 邓建国成为搭档, 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的尊龙, 就这样错把一个骗子当作温暖的知己, 他渴望温暖, 也使错了人, 在邓建国的怂恿安排之下, 尊龙接了一大堆烂片, 甚至推了《一集回忆录》等, 后来享誉世界的电影, 改拍自娱自乐, 结果票房一塌糊涂, 口碑也崩得稀碎, 而且, 邓建国当时为了制造热度, 经常拿尊龙的一些私事炒作, 两人闹掰之后, 邓建国更是大泼脏水, 污蔑他是在国外赚不到钱, 才回到国内捐钱, 这些不实的言论, 对尊龙的名誉和事业,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, 他的事业彻底陷入了泥潭, 几番舆论公式之下, 他不再尊贵如神, 这样的困境让他无法自救, 也没有人愿意来听他的倾诉, 这样他感到身心俱疲, 于是他开始拒绝电影的邀约, 以及记者的采访, 几年之后, 他慢慢淡出影坛, 难觅踪迹, 等有人再看到他时, 他依旧是截然一身, 陪伴左右的只有两只狗而已, 他曾经有过一次婚姻, 也是尊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, 妻子是他在美国上学的时候认识的, 当时这群相投的两人, 很快就追入了爱河, 可惜, 这份婚姻仅仅维持了七年, 就无疾而终, 也有人说他曾爱过陈冲, 在末代皇帝里, 他是溥仪, 而陈冲是婉容,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 甚至还有消息称, 他曾公然表白, 说陈冲是他的天使, 陈冲嫁人后, 他一生未婚, 不过这后来又被证实, 是邓建国炒作的一种, 真真假假已经没有什么所谓了, 他在误解与流言中不如了暮年, 在温哥华的森林里, 他认领了两棵千年古树, 换他们为祖父母, 仿佛自己就有了根, 尊龙曾经说, 我没有时间感, 因为没有来处, 也没有归途, 如同一方扶贫, 没有根, 随风飘在这个世上, 就像个过客, 他对世界已经足够温柔, 哪怕是曾经磕待自己的养母, 都一直养老送中, 采访中他说, 现实带物已经不薄, 我很知足, 世界已痛吻他, 他却抱之以歌, 是老天物生的孤儿, 是曾经名满天下的传奇, 他就是尊龙, 好了, 感谢收看小陈观影, 我们下期再见。